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过那一段美金跌至金上升 估不到昨天美金出现了一段显著上升趋势 看走势有否改变 看昨天可以重复星期二的走势 星期二本来已经开始反打 但昨天从星期二的形式一模一样回落 星期二的早段牛皮在低落后反弹 到美国收市前升 昨天早段在高位牛皮了一段时间 到美国市开市便开始跌 而且不单止这样跌 今早金还跌穿了1320 即是说最低落到1319.05 这件事要先告诉大家 今星期有提及 如果看完整段上升这150多元 第一个回吐的价格是1321元 基本上便出现了 另外一件事大家可以留意的是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昨天可以说是单边升值 亦是重上92.44元 始终要谈论了几个问题 大家要知道美元跌了九个月 我已经令到我没有信心 害怕美元反弹太少 但一直都很期待美元反弹 但美元今次可否继续反弹 如果可以的话 美元才有继续调整空间 现在去计算 如果穿了1321之后 当然短线支持位最近是1315 如果再看下面 大家都知道1308甚至1300 或最重要是1295 因为这是三顶 但问题是美元是否可以在这一潮 持续到上升追势 因为我经常说 要不弹 要不弹 要弹两个星期 今星期算是开始 正常来说 应该仍是看金会继续看偏弱 因为今次不仅是金跌 你发现很多有色金属 昨天都出现了大跌势 尤其是升值 是否代表了贵金属 有色金属今年升了这么多 是否是时候做一些调整 顺带金属也是这样 所以今天可能会看金会继续偏弱 但今天会否再出现一个急跌 我暂时还未觉得 所以变成今天也是建议大家 反弹后再买跌 如果真的要反弹 尽量贴近1300这些位置 这样会比较含利 而上边因为穿了21 这段反弹也是十多元 可能上1335或35位置 都开始准备沽金 大家可以注意 这个范围大约会看偏淡些 正式什么价值 请订阅Sky Finance的Facebook专页 及youtube 今天节目先做到这里